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集Keyseer廣碼系列 今集我很榮幸邀請到一位特別的嘉賓上來 你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Brian 如果大家觀眾有留意我昨天在贏跑的節目 其實我已經回答過Brian一次 Brian很想上來Keyseer廣碼 今天就順便叫Brian一起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了 今集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Brian 我們首先應該要說一下 剛剛打給公佈的候選名單 2月4日會跑香港經典日利 跑1600米 1600米呢 這個候選名單厲害了 之前標資銀河 好像不斷說又跑又不跑 最後up了那麼久都是不跑 對 最後今天出到來結果是沒有的 是不跑的 另外很搞笑的就是 你記得62分的狗金維尊都可以報名參加 我心想如果他可以贏到80幾90幾分的那些 你不就破這個加分紀錄 30up 因為跑平榜他有機會再加上去 可能真的突破了 突破神苦龍主的21分紀錄 另外就是 講完這一場就講一下 2000米的經典賽事 有一隻馬很值得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隻52分的大將 大家看到他們現在是報 3月24日 即是第三關正賽 2000米的賽事 但是這隻馬是說52分 就是韓人報打給 而且這隻馬是未出的 是未出過賽的 那可以代表什麼呢 就是幕後可能是很有信心的 即是他可能可以 在一個多兩個月的時間之內 就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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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對著這對手的 嬌陽明區 起年勇敢的愛心 不過現在他們可能計算過 這隻PPG可能有些水位 那看看 拭目以待 都想看看可不可以 創造一個傳奇出來 好的 其實跟夏蘭特一樣 我們都是有腳的動物 跟夏蘭特一樣 有兩隻腳 照一起跑 也有機會可能贏到夏蘭特 我們在FF 博大帽 好了 廢話不多說 說回正題 接下來的星期三賽事 就是沙田八場的泥地賽事 我們就選擇三場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說一下 第六場 四班千二米還出馬12匹 首先 熱門應該都是六號的轉色催產 是的 轉色催燦都跑得不錯 這幾場都入局 前次就贏三個馬位 用放頭的方法跑 很輕鬆 贏到三個幾輛回來 是的 可以看看他那時候怎樣贏 非常輕鬆 我都不明白 簡單任務 因為他這一場 一夜把我的二、三、四、五名 我買了二、三、四、五名 我買了四重槽和四電話 一隻都搞定我 但是為什麼你會買後上的呢 這一場 因為我計過是大概零利標區都有一些能力 零利標區我們都會講解 另外 轉色催燦他跑第二場 都是輸給快錢的那些 跑法都挺驚訝 驚訝的 因為他不是快方的頭 但他內檔 而且一出閘好像有點慢 慢了 在這個位置 最後二南米開始騎 二百米才開始騎 其實他真的追下去 都是百多米開始才追 這樣也能撐到第二 很有鬥心 可以搶到第二回來 最後輸給快錢 所以這筆馬呢 這麼穩固的馬 都可以選擇他 用來做膽 熱熱一點 但是最重要 可以用來過關也好 沒錯 另外一隻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零利標區 其實這筆馬呢 我們留意到他上季 贏那次是萬步速來贏的 就是五二三場次的時候 見他今季都持續有進步 還有都開始識追 跑法上 因為他之前贏是由頭放回來贏的 對上次 跑第二 就是輸給鑽式摧燦 他那次也是追 對 這隻馬呢 去到四歲 今季就進步了很多 開始懂得在馬群裡面跟馬跑 以及追一段 剛才我們 就算是同一場 對 對 其實挺好的 所以這兩隻 我想Q 都是死Q來的 另外就可能搏一下兩隻冷腳給大家 首先就是一號的梁區好友 Brian精心挑選這一隻 對 不能精心挑選 即是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一些未必那麼多人看到的東西 對 對 對 海外賽職 有個 骄沙地的賽職根據 就是這次 對 當然他還有一個變數 三班其實開始 要跑得近 到來 四班 賽前就試了複雜 試了複雜 對 對 試了複雜 可以看看 他是 未應列飛 和時時滿意 現在是內蘭 背衣 這隻 藍衣 對 藍衣 對 可以看看後面 最後幾百米 我們飛過去 好 飛去 最後你看到也有些 即是他不太大力地騎下去 但他有些衝勁 有些走勢 有反應 對 下來了四班 是應該有些作為 即是你始終都下來了一班 就好處了很多 加上用了這個 黃智雲小朋友 可以減10磅 不需要擔心他背不了頂部 這10磅就很重要 因為對手不是特別強 所以這批冷門 可以選算給大家 另外就是 另一批冷少少的 就是9號的 恩樂人生 為何選擇這隻 為何選擇這隻 其實你會見到 上次 其實賽後報告 就說他有一個 異常的呼吸聲 異常的呼吸聲 是否有些問題 你還選擇他 因為後來做 你偶爾一次 其實沒有太大問題 那這些 通常 通常放完頭 然後 輸很遠 那些 下次也會變得冷門 是 但是他做一些功夫 有試襲 可以看看 後面 其實你會見到 安上人 梁家俊 都是頂著他的 拉著來跑 這裡其實輕輕 都是提示隻馬 繼續加速 那其實 對 可以 看到過終點 還有一個小 最厲害 魚小 去到這個位置 還有 這次 其實他好像 是加了一個 摘離 下去 配備變動 對 有一點變動 我記得 加了一個摘離 應該有機會 可以改善到 他少少呼吸的問題 而且 上次輸完那麼遠 還有 今次抽十一檔 很大機會 應該十倍流上 所以 分頭應該也不太差 所以這一場 我們挑選 Q、PQ、護川 或者有膽的 六號、八號 冷腳 一號、九號 我們要像賢仔那樣說 接著下來 第七場 接著下來 不行 不過他是說大拇指有多少隻 大拇指 大拇指 大拇指有多少隻 是啊 那些三個手指公有幾隻 來 交給你了 交給我 交給你了 這次我們會看到狀態好的馬 有幾匹 不是 你說大拇指 不是 就是 其實好狀態 都是有幾隻 首先 我覺得一號的時事滿意店 都要拖 這匹馬其實曾經很厲害 在前季的時候 三班 贏到上二班 去到國際賽事 但好像沒有什麼表現 是的 因為他的分數 在他三歲幾的時候 已經衝到很高 所以 都用了整個季的時間減分 這次 平八十分 就可以補三班的千二米 但是他就叫做什麼 頂磅 但換過中逸禮 上去可以減少少磅 還有 也是擺前走 應該也不太難度 首先 腳之旋 就時事滿意 下一節 我們選擇二號 喜智堡 這群馬 有一點點 打搭成儀 自己覺得 因為他季初贏完之後 之後跑第四 是的 你會見到是很失望 因為你打算 贏得也叫清脆理落 不是 因為他那場我記得是有些問題 平頭馬 是的 平頭馬 但都OK 那個魚勢衝下去很厲害 哇 第二仗只有第四 超失望 因為我們過關 拿去做膽 是的 但都好分 七倍頸 之後都放棄了這隻馬 是的 放棄得好 因為他之後幾場都不太有表現 但最近上一次都開始贏了 是的 上次他竟然跑泥地 初跑泥地 可以在外面衝過來 看來 衝過了 就是轉了 由草變泥之後 就有些變數 就懂得變身 但問題是 他贏了都一二幾磅 這次背過130磅 即是背不背得起呢 嗯 辛苦少少 可能 都會近的 我相信 但很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是capitalist的指字 這一場還有一隻capitalist的指字 我們都會選擇 還有一隻增強 剛剛才在星期日 贏 第二 輸給大英才 我也有介紹過 是的 所以不錯的 capitalist的指字 是的 早熟 當然最厲害的就是 百進巨星 嗯 所以 現在才四歲 再給它一次 但也不是膽 都是腳 另一部分 我們有看過 叫做三號的移徑曆 這隻馬 谷草和泥地 都可以 都是有進步的馬 但是 上次跑包尾 是的 上次因為它是初跑田草千四米 最後氣量不夠 就變成大敗 安上仁 艾道娜 建議馬主和練馬師 日後會縮情去割續 但是我們這次 不是很想選擇他們的原因 因為通常這樣的情況 你 是熱門陷阱 我們就叫做 大熱不穩 是的 所以我們大膽飛了這個 二徑曆 另一部想選擇 就是七號的旋風飛影 這部馬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被動的馬 它前一次 就是十二檔 這樣贏了回來 但是它的後追追勢 都非常之強勁 是的 在外面 一沖過了 是的 255長次 這裏外琴是殺了 非常之厲害 但是上一次 其實那個飛數不算強勁之下 可以看看上場 因為這場 就是贏得輕鬆 輕鬆 但上一場 就發生什麼事 上一場它的飛數不是太強 就是我們看過 9.5倍 你會見到 其實它在一個 比較尷尬的位置 尷尬 又留後 又躲在裡面 就是 比較 就蝕著來跑 去到這個位置 也是尷尬 因為 你在這些位置 擺明就塞車了 你又不是抄出去 到這個時候 都未看到空 未找到位去偷出 這隻馬爾王最佳 都是在外面這樣 砰砰砰的掃 嗯 所以這個跑法 就不太適合它 可能這次回馬槍 回馬槍 你真是禮 就是十檔 就是讓它外檔更好 對 它嘗試就是內檔 所以搞不定 所以 可以選算 上場就當抹掉它 另一隻可以選算 就是 Brian很喜歡的 十號花果猴王 聽聞 這一匹都是 你曾經投注過的馬匹 是的 上一次在北角投注站的時候 分享一些心碎 跟隔離的朋友說 這隻花果猴王四十倍 都叫拖得過 那我賣PACE 因為我看到 賽前試貨集都不錯 是 誰知道 回來後 我差點 跑第四 我哭了很久 真的哭出來 你難得 你選擇到冷門 你只要上去三甲 四十倍 入到三甲 你是會威 其實都是差一點 這場 外面那隻 是的 外面就是喜自寶 過了 但其實 它都是大家一堆回來 很可憐 很可憐 所以這次花果猴王 我就很喜歡 自己 對 而且這隻都是Capitalus 的紙字 如Bian所說 他早熟 大家都可以看到 之前兩次 都是跑第十 初出兩次 之後跑第三次 一轉來 就馬上跑近的四 你會見到 輸得 輸五個馬位 七個馬位 變成輸一個馬位 所以你會見到 陪輸都是保持這些 是對的 是的 所以就叫做 沒有了 走了光了 其實我也想問 為什麼頭兩場 跑第十 你可以看到這麼厲害 怎樣捉到他的 pace 因為我們都會 立一立那些神操的 我們可以看看 他的神操 我們就不是看 我們經常說 事集 我們不要經常看 我們不是看名字 我們看這些 就死了 死了 我們其實是看看 他中間做的什麼 都可以 過來看看 我以為你想直接說 沿途走位 沒有 沒有 我沒有 我哪有個阿賢仔那麼厲害 看到 其實他現在 都是在包尾的那個位置 其實很容易拍的 這件可以 是黃色格子 挺漂亮 很鎮定 流到很厚 到中間的時候 就開始跟上馬裙 才開始貼近馬裙 是的 我們看 就看這裏 這裏是關鍵的 之後就開始看 他怎樣比 好輕鬆的 推一下他的馬 是有反應的 是很輕鬆的 這些我們叫做很輕鬆的 還有他跟頭馬 現在都差很多馬 對 都不用怎樣推 他自己都很限聚 所以其實我看到 魚勢也有 看到嗎 其實我們捉拿馬的時候 就是這樣捉回來 厲害 果然跟你學習 大家很開心 找到不同的觀眾 或者一些主持 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心得 或者Key妹跟他們學習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其實Brian 也是我的觀眾 話說 是的 我經常看你 我有PM 就說 有沒有機會合作 想不到 剛好昨天 因為黃總很好 就安排了 我們兩個和Viu仔 一起做主持 剛好說 不如我們一起拍片 就有今天這條片 Key姐很友善 都很歡迎 可以拍賭檔的朋友 一起交流一下 那好吧 說回這一場 先不要扯開話題 好 說回第七場 我們挑選的就是1270 其實可以互穿的 因為其實第七場 都很少亂 好 來到最後一場 第八場 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三班1650米中 出馬14匹 首先這一場 大家可以看到 落下去都是那些傻子 因為上場277的長次 都是他們跑回來的 我們想推介的 膽中之膽 就是首度再來 上次就輸了給明映烈飛 這隻馬就是五歲的英國馬 其實應該還可以欠到 150萬特別獎金 基本上都是只有他欠的 其他可以欠的都 賽職上 不夠優秀 不夠優秀 拿了那些又拿了 所以膽中之膽 五彭治 希望在這場出擊 我們先看看他277的長次 神奇的賽事 開飛之前 就在黃腳立大熱門 但最後30秒 就一槍打下去 變成未影烈飛大熱門 落飛檔 對 將一隻平時跑3344的馬 可以落到大熱門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贏馬姿態都很輕鬆 對 我們看到現在外面幾隻馬 大家都想搶的 最出的交保神區 這隻白色衣服 藍色眼就是首都在內 我們先看看 本身是大熱門的黃腳立 原本也是 像熱門的黃腳立 想埋欄 但是未埋到 行運轉期 就不斷頂住他 你會見到 其實已經去到 跑了500米 他仍然在尋找欄 跑了600米 都未埋到欄 對 前面的步速都很快 仍然在尋找欄 還未貼到欄 然後去到前面 其實手到再來 都是在這個位置 對 他都跟快了少少 因為前面 頭兩段 開50秒1 比標準時間快七線 都是跟得快 所以去這麼快的情況 基本上都益了後相馬 未拍裂飛 就放在後面 這個位置 貼欄第七位 挺舒服 他心想前面 爽死 有他燒燒到死位置 你看到 幸運戰期已經沒有了 然後交保神區 待會都會退下去 貼欄的黃腳立 都不錯 他還頂到 對 開始有些追勢 但追出那隻 賺到笑的 未拍裂飛 就開始很輕鬆地騎 舒服 就笑你傻仔 看他放這麼快 然後在內欄裏面 有件橙色衣服 黃志文 都不錯 這個位置挺好的 又可以追 剛剛好 就追贏了 黃腳立 黃腳立都算是這樣 這樣都捱到四分 對 這麼快步速 其實本來我們打算 有機會選黃腳立做膽 但為何黃腳立 我們這次有點疑點 對 因為黃腳立 他這次跌了20磅 但是他加了磅 去到134磅 他上次131磅 所以跌磅 還要背重了磅 這個就很誠意 我自己覺得 如果之前有看過做節目 其他台做節目 我們也有說過 跌了20磅 其實是 輸的機會很大 有一隻馬 就是之前跌了20磅 而炒了車 那隻叫浪茄仔 浪茄仔 浪茄仔 但浪茄仔 上次升了磅之後 就可以跑進來 即是要養好 即是要養好 雖然他贏馬的時候 都是差不多的磅贏 但你一下子暴跌了那麼多 不是一個好先鮮 一般跌10磅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跌到20磅 應該是有些事 沒錯 另外 影列飛也要說回 這隻馬 我想九成都很吸飛 不過今次就叫做 上次贏了馬加5分 今次加7磅 讓不讓得起呢 但這些馬 不贏 去到3344 但我覺得大熱不韻 因為他一定是大熱門 另外可以說一下阿基拉 阿基拉 好像比較難 當位已經決定了一場 形勢太差了 不選算了 另外就是一隻 浪漫風彩 其實自己有一點點看不透 這匹馬在田草其實都適合了兩場 今次為何要突然轉過來 就是泥地呢 是否想拼你不相信他 也有機會的 還有這個是馬房的第二選擇 但是 是呀 第一選雪山神驅 但我們是大膽飛這隻 那為甚麼飛這隻呢 可以看看他上次怎樣贏 勿斷 這個位置 你看勿斷 瘋狂撞下去 愛護動物協會 報警 你看看他這樣穿一隻馬 才贏過鼻子 他贏那隻馬都不太厲害 你看看隔壁 旁邊的街坊 街里那些全部都是 賽職本身都不太好 是的 就是火囂龍 歡喜福星 所以今次 雖然就叫做 賺了輕磅 大十二檔 還有這樣給他 sorry 九檔 給他撞一撞完 我們有些對他的 可能這隻馬的信心有些誠意 會傷了 內在他會害怕 他會害怕了 以前有個騎師叫蘇兆輝 上櫃也在 他試過打那些馬 打到散了 這個說法是真的 因為我們有問過那些專業的人士 那些馬是可以打散 所以外國的日本那些 通常都可以有限制 我記得嗎 是的 有些用邊的限制 所以不選算了 大膽非熱門 為什麼我們還未說五號 五號其實你會看到 他其實都是一樣賺了 但是賺得來 其實他剛剛叫做 過了這個 虧了形勢的黃腳 我覺得他會近 但是未必會贏 腳就要拖 因為畢竟上次是輕磅 這次也是輕磅 而且每次都會開到超快補速 是剛好一次半次 是的 所以如果Q的話 我可以 十拖二四五八十 十點半次才可以開十 好 那就是這樣 那 完 說完 是否完了 未 因為我們還有三寶 對呀 我們還有三寶 因為第六場 剛才也說了 中二的馬就是六號八號 感覺上都是死Q來的 好像氣勢搭 街應高升 這些是死Q來的 那些人說是好過賣股票 其實真的 其實我有貼到二戰得勝 所以我真的很白癡 算了 說回這場 有六 六打八 第七場 就會F 第八場 膽中之膽 就是守到再來 可以 recommend這個三寶 就是這樣 那 好 今集也差不多了 很開心邀請到Brian上來 如果喜歡 我邀請嘉賓的朋友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對了 Brian有什麼發表 沒有 都沒有什麼發表 最緊要 大家繼續支持P蛇 好 那今集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